中华技术学院跟新竹光复中学 他们合办了一场国际调酒邀请在 现场是召集了160位调酒师 在同一个时间联手来调酒 结果现场看到就是在空中的酒瓶乱飞舞 场面真的很壮观 其中呢最小的参赛者只有三岁半 而最后160个人总共调出了有480倍的酒 要申请金氏世界纪录 调酒师跟着音乐旋律摇摆 酒瓶在空中抛转 160位调酒师在同一时间 预计要联手调制500杯酒 申请金氏世界纪录 其实金氏世界纪录它非常单纯的一个部分就是 只要它可以再被突破 只要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平台 集合了这么多的选手 我们就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完成这个部分的一个挑战 长命壮观 选手各个使出浑身解数 秀出精湛的调酒技术 从比例咬酒到装饰 丝毫不马虎 不过台下竟然出现一位三岁半的红衣小妹妹 她可不是来乱的哦 而是参赛选手 小妹妹从小跟在担任调酒师的父亲身旁 而如木然也学会调酒技巧 这场调酒大会是中华技术学院与新竹光复中学合办的国际调酒邀请赛 召集了160名调酒师 在同一时间调酒 最后统计一共完成了480杯 全程录影存证 要申请今世世界纪录 中心我和孟谦新竹采访报道